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能屈能伸是什么意思呢 能屈能伸就是 当我们在示意落魄的时候 不要丧志 要伪身求全 当我们在得志的时候 我们可以施展我们的才华 施展我们的报复 古代有一位将军 名叫韩信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垮下爬了过去 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是后来成了汉朝的大将军 这个人就是所谓的 大丈夫 能屈能伸 古代也有一位君王 就是岳王勾建 他为了要重新创立他的国家 二十年握心长胆 最终 他把他的国家重新的建立起来 我们来看我们圣经里面的主角 就是耶稣 耶稣能屈能伸吗 那绝对是 能屈 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 道成肉身 最后他被抓了 被鞭打 被托骂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下面的人讥笑他 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 还好耶稣没有下来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就是为了要造就 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能伸呢 耶稣能伸吗 那当然 耶稣被钉十字架 三天之后 复活了 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手边 以后要审判活人 死人 耶稣就是道路生命真理 相信耶稣的就有生命 我也把能屈 能伸 形容成 谦卑柔和 能伸就是 刚强壮胆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耶稣的一生 能屈 耶稣道成肉身 在我们当中 传福音三年的时间 他对人 对事 都是谦卑柔和 他原谅我们的罪 他宽容我们的一切不易 所以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耶稣是谦卑柔和 那耶稣 有没有刚强壮胆 他能伸吗 也是当然的 他可以 在圣殿里面 耶稣就把所有买卖的人 全部赶了出去 他以真理 来跟法利塞人文士对着 他拒绝了魔鬼撒旦的诱惑 最勇敢的 就是 耶稣勇敢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耶稣的能屈 能伸 我们怎样 运用能屈 能伸 在我们身上呢 能屈 等于谦卑柔和 但并不等于无能 这边就用一代宗师 李小龙的武术的哲理 我们来看一看 李小龙的武术哲学思想 如水一般 柔软而刚强 充满变化 能适应万物的形状 水又是 水驱就生 但却不像困难屈服 李小龙是一代武术的宗师 他已经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 那他怎么描述武术呢 就等于水一样 如果把水放在一个杯子里面 它就会成为一个杯子的形状 把它放在一个四方格里面 它也会成为四方形 水虽然是柔和 但是它的威力也是很大 当洪水一下来的时候 可以摧毁很多的房物或者是树木 水甚至可以发电 所以我们看到水是柔和 但是它也是刚强的 我们如何做到能趋 就是谦卑柔和呢 这边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爱心和热忱 第二就是心态 第三就是才能 知识和能力 我们来探讨一下 能趋能生 能趋是比较困难呢 还是能生比较困难 我觉得能趋是比较难做到的 好 我们来探讨第一点 就是爱心和热忱 爱心和热忱 在经文里面有提到 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4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就是我们如果可以为朋友舍命 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加的大 耶稣称我们为朋友 祂为我们舍命 祂本来是神的儿子 祂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放下身段 维生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舍命 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朋友牺牲一切 神爱我们 在经文里面也提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就是耶稣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当神爱我们的时候 神就是可以牺牲祂的儿子耶稣 来到我们当中 被钉石之架造就了 神对我们的救恩 我们想一想 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很爱你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 你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吗 我相信当时你是很愿意的 你会不顾一切 你会牺牲牲很多 你会牺牲很多 来完成你爱人 希望你做的事情 对吧 我们再看一看 热忱 当我们热衷于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很热心的时候 我们会 也会不顾昼夜的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有爱心 当我们有爱心跟热忱的时候 我们会很有能力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我们会放下身段 我们会就是趋身下来来完成这些事情 这就是能趋 那能趋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心态 我会花多一些时间在心态上 因为我觉得心态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几段经文 好 我们看第一段经文 取自于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凡事不可接党 不可贪图虚佛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我们要先谦卑下来 再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那个上进心 我们才会有进步 当我们看到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 你说我们会有进步吗 我们已经是那么万了 我们已经在高高在高高在上了 我们已经是目中无人了 你觉得我们会有进步吗 我觉得很难 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 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进步 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以后 穿上外衣 又坐下来对他们说 你们明白我为你们做的事吗 你们叫我老师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对 因为我就是那一位 因此如果我 你们的主 你们的老师 还洗你们的脚 那么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 事实上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好让你们也照做 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奴仆 大过他的主人 也没有一个被派的 大过派他的人 你们既然明白这事 如果去做 就蒙福了 这边 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好榜样 就是为门徒洗脚 耶稣是他们的主 耶稣是门徒的老师 况且他放下身段 蹲下来 这一个蹲的姿势 就是说 他愿意来服侍他们 为他们洗脚 我们呢 我们应不应该 就是放下身段 有时候 也要去服侍人 谦卑自己 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团队的活动 当时我就用了这个 普人士的领导的一个活动 来展示我们如何去服侍别人 如何去领导其他的人 我就用了耶稣洗脚 这个活动 当时分公司的总经理 都不知道我要在干嘛 我就叫我的一些的员工 准备了一些水桶 装了水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毛巾 就让他们坐在椅子上 脱了鞋 脱了袜子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我要干嘛 那之后我就叫他们把脚放在水桶里面 我就要开始跟他们洗脚 他们的反应很大 所以说不可以 他们就叫我留种 留种不可以这么做 那有一个 有一位总经理就开始 就是流了眼泪 先有一个流眼泪 那之后的话 所有人都哭了 所以我们看得出就是 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所谓仆人的心态 去服侍他们的时候 去领导他们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真的是被感动了 从那一次的活动之后 我们之间的就是分公司总经理 跟我们之间的沟通的感情跟信任 都就是改进了很多 所以从这个活动 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当别人知道我们是以一个服侍人的心态 去对待他们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沟通信任跟感情都会改进 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 用一个普人士的 就是领导的方式 跟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去沟通 以一个谦卑的心 柔和的心来对待他们 第二 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 20章26节27节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这边经文再次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仆人 正如耶稣来 是要服侍我们 并且为我们舍命 所以我们要学会 能屈 要学会谦卑柔和 再看最后一个经文 就是以关于心态的经文 路加福音14章8节到10节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 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请座位 让座位给这位吧 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 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习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边让我们再看到 经文如何教导我们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在教导我们 如何谦卑柔和 如何能做到能趋 这一个动作 所以希望大家从这几段经文里面 可以学习到 如何就是可以能趋 如何能做到能趋 的第三点 就是才能 就是我们的知识 和能力 马来社会里面有个谚语 就是一个空的筒 你去敲打它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一个结实的筒 装了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当你敲打的时候 它的声音不是那么的洪亮 这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有才华 有知识 有能力 但并不一定要 每一个时候都把它发挥出来 所谓的真材实料 不怕没有人知道 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到我们这里很流行 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穿名牌 但是我觉得穿名牌等于你这个人是很厉害吗 很有料吗 不一定 名牌有它的好处 但是不等于你穿上名牌之后 你就是那位所谓的才华 横溢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表现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谦卑柔和 就是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能趋 不然的话我们会很辛苦 我们每个时候 每个时刻都要表现我们的才华 刚才我们谈过了 如何做到能趋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 如何做到能趋 我个人认为 做到能趋是比较困难 但是做到能趋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要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我们的专场里面 如何施展我们的才华 如何施展我们的报复 这边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使命的召唤 第二是我们要靠主的力量 第三就是我们要如何用我们的恩赐 在我们的灵意上去发挥 我们的才华 我们的报复 我们看第一点 使命的召唤 我们来看看保罗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他有知识 他也有能力 当他还没有被耶稣召唤之前 他是针对基督徒 逼迫基督徒 但是当他在大马四格 遇见主之后 被主呼召之后 他的方向就改变了 他成为了福音的一个大勇士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施展了他的才华 也施展了他的知识 所以我们看到 使命召唤的能力 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也看到其他的门徒 施展了他们的报复跟才华 就是为了要完成 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 甚至他们连生命也牺牲了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传教士 就是为主而寻道 我们看到一个军队 当他们要去打战 有一个使命的时候 他们会排除万难 就是把敌人打倒 所以使命的召唤 对我们能生 就是刚强壮胆 的这个 是很重要的 第二的话就是 我们要靠主的力量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我们如何能做到 能生刚强壮胆呢 我们就要常常靠着主的力量 来完成我们一些 一些艰难的事项 就像上一堂课一样 我们有谈到 怎样如何趁风破浪 过我们的一生 如何趁风而动 逐浪而行 如何借着风力 来推动帆船的向前迈进 向前滑行 我们也要借着主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施展我们的才华 施展我们的报复 因为 凡靠着主耶稣的能力 我们一切都能做 靠着圣灵 凡事都能 那第三呢 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 今天如果 我的擅长就是打乒乓 如果你把我放在足球上 去踢足球的话 那我一定是 踢不好 也不会把这个足球打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把我放在 乒乓市里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施展我的才华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了解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的才华是什么 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我们 在我们的岗位上 在适合的领域上 发挥我们的才华 施展我们的报复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做到能胜 我们可以做到刚强壮胆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就是取自于约书亚书 一章六节到九节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那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其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 必与你同在 圣经再次告诉我们 我们要刚强壮胆 我们要如何做到能生呢 甚至能去能生 都是要靠做圣经里面的话语 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周夜思想神的话 我们一切都会亨通 一切都会顺利 让我们在人生里面 可以做到能趋 能生 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一个现实生活上的一个事情吧 就是我有一位总裁朋友 几年前退休了 当我们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 说说 哎呀 Paul 退休之后 我不知所措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就跟我说 当他在位的时候 有秘书帮他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到银行里面去 提款或者是进钱 司机可以载他到这里去 那里去 很多事情都有他的手下 帮他做 当他退休之后 他要亲自的开车到银行里面去 自己开车到一些地方 他以前没去过的 所以他说 开始的时候 他很辛苦 而且当他在位的时候 因为他的职位是总裁 所以很多人都会尊敬他 会跟他说早安 午安或是晚安 但是当他退休之后 这些所谓的特别的待遇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要做的如何做到 能趋能胜呢 我也时常跟我太太Amy 到大排档去吃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人 在位的时候 人都会来所谓的捧你一下 赞你一下 但是当你不在位的时候 这些事情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 能趋能胜 我们出生的时候 是赤裸裸的而来 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也是赤裸裸的而去 我们这一生 这一段经验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 好好的善用 我们人都是平等的 都是一样的 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 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要学会 如何能趋能胜 如何谦卑柔和 如何刚强壮胆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保罗如何处悲贱 如何处丰富 也让我们看到 保罗 其实他是一个能趋 能生的一位使徒 我们也看到 保罗如何依靠主 凡事都能做 依靠主 大大的喜乐 这边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边让我们看到 神赐给我们的灵 所以帮助我们 刚强壮胆 帮助我们 有人爱 可以去 有那个爱心 也帮助我们 紧索我们的心 就是自律 今天 跟大家分享就是 能趋 能生 其实我觉得 这段经文就描述了 能趋 能生 的一个 做法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赐给我们 灵 那神的灵 可以帮助我们 刚强 壮胆 就是 人生 神的灵 也让我们 有一个 仁爱的心 有一个 使手的心 就是自律的心 这代表了我们 要谦卑柔和 也代表了我们能 尾声 齐全 能趋 能生 就在这段经文里面 彰显出来 所以 希望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 再一次 把这段经文 再读一遍 OK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 刚强 仁爱 谨守 自律的心 因为神 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灵 而是 有人力 仁爱 自律的灵 耶稣 一生 谦卑 柔和 但 耶稣 也是 刚强 壮胆 他勇敢地 走上了 十字架的道路 他勇敢地 面对死亡 但是 这一切 都是 为了要 完成 上帝 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 活在 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么 一生而已 所以不论我们 遇到什么的困难 不论我们是 失忆 落魄的时候 我们要 学会 能屈 能胜 要学会 谦卑 柔和 要学会 刚强 壮胆 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有一个 光辉的人生 才会有一个 丰盛的生命 今天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 希望 这一段分享 可以帮助到我们 如何 能屈 能胜 如何 谦卑 柔和 如何 刚强 壮胆 好 解释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 赞美你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有一个 美好的时光 也让我们一起分享 如何能屈 能胜 主啊 我们要学你的样式 因为你的儿子 清审的 你的单子是容易的 主啊 我们要学习你 如何谦卑 柔和 我们也要学习你 如何刚强 壮胆 主啊 我们只有一生 主啊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里面 我们可以 能屈 能胜 在 示意的时候 我们 不会 埋怨 在 落魄的时候 我们不会 惧怕 因为我们有 主耶稣 在我们心里面 主啊 靠着你的 灵 我们必 刚强 壮胆 靠着你 我们凡事 都能做 求主你 祝福我们 这一生 让我们这一生 有您的光彩 也有主耶稣 祢的祝福 做我们这样 感恩祷告 受奉告主 基督耶稣 得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第四个礼拜六 我们在晚上八点半 再见 好 拜拜 拜拜